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好 咱们废话少说 进入正题 本期的第一个故事是来自B站小伙伴的投稿 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段诡异恋爱经历 事情最开始呢是发生在16年末 那个时候他在最右上面认识了一个四川男生 而且这个男生给他的感觉还不错 时间一久他就觉得这是自己一生的灵魂依靠 然后两个人最后就在18年奔线了 但是这个小伙伴呢本身是个严控 在见面后他发现对方长得实在是不尽如人意 就像是超低配版的高启胜 但是他这个人吧也很奇怪 毕竟当时在网上聊的也挺好的 所以他也就没拒绝对方的恋爱请求 之后的一周两个人都在一块 可是当男朋友回了四川以后 他就开始越来越反感他 一是因为外貌 二是因为自己对他没有感觉 他的任何事包括说话自己都觉得特别烦 三就是因为这个小伙伴在回去以后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让他很喜欢的男生 于是他就果断选择了和网恋对象分手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网恋男友的疯狂报复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网恋男就百般纠缠 甚至还跑到这个小伙伴的城市去找他 并且在他租的房子附近天天蹲守 只要他一出门网恋男就会上去纠缠着要复合 最后眼看着蹲守不成 还演变成了跳楼 以死相逼 这个小伙伴呢就被逼得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选择报了警 他这才消停了一段时间 然后在19年的时候 他就和之前那个喜欢的男生恋爱了 但是在此期间呢 还发生了一件让人特别后怕的事 就是他最开始的那个网恋男友 竟然密谋过来刺杀他 那天晚上他男朋友照常送他回家 刚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 网恋男就拿着美工刀突然冲了出来 不过好在他当时的男朋友反应快 用胳膊替他挡了一刀 随后给他制服报了警 这才没出什么大事 而时间呢来到22年 有一天他就照常骑着共享单车去上班 由于速度太快 也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 所以他就出了车祸 导致右脚严重扭伤 走路都只能一点点挪着往前走 他和男朋友呢 平时两个人也并不住在一起 因为车祸的原因 他就躺在家里休养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他发现了男朋友出轨 那天他脚伤刚好恢复了一点 就想着去找男朋友 毕竟也好几天没见了 可是当他过去打开了指纹锁后 就看见男朋友在床上和其他女人鬼混 之后两个人就选择了分手 因为情绪上的低落 再加上那段时间工作上 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衰 本来要升职的 结果突然莫名被取消 部门里又来了个领导 处处跟他作对等等 他最后就彻底爆发了 怼了这个领导后 就直接选择了辞职 但是奇怪的是 就在他换衣服的时候 一直随身佩戴多年的浴室 突然裂成了两半 他呢当时就以为不小心磕到哪里了 所以也就没当回事 然后当天晚上 他刚从地铁站出来 就觉得背脊发凉 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 而且到家后 这种感觉也并没有减少 他就一直觉得 可能是这几天心理压力过大什么的 想着再休息几天应该就好了 但是就在他当晚快睡着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很熟悉 但又想不起来是谁的男生 说了一句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当时瞬间清醒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圈 发现屋里什么都没有 于是他就又睡了过去 期间还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他就梦到了 那个出轨的前男友 两个人还结了婚生了孩子 更是做了很多 当时在一起说过 但又没实现的事 然后从这天开始 大概持续了三周左右的时间 他只要一睡觉 就会梦见那个前男友 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差 每天甚至可以睡十多个小时 而且他还发现在梦里 前男友有的时候 做的一些事 说的一些话 和他现实中完全对不上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就好像脸是他的 但是人格不是 后来这个小伙伴 在和他爸视频的时候 他爸就发现 他整个人脸色特别苍白 没有人气 于是就让他去广西 找他妈玩两天 就当是散散心了 可是自打他玩完回来后 每天醒着的时间却越来越短 一家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是都没有往灵异那方面想 再之后的一周 他说自己整个人都有点分不清现实和梦了 每天就是想着去梦里找那个前男友 然后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他就产生了厌世情绪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奇怪 就是他现实中明明有前男友的微信 甚至自己还跟他发了很多消息他都不回 这跟梦里的他完全是两个态度 而出事的那天 恰巧他现实中的前男友把他微信给删了 然后当天下午他睡觉的时候 就在梦里质问 说你不是已经把我删了吗 梦里的前男友就跟他说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放弃你 说着还递给他了一把刀 他就问你干嘛 给我刀干啥 前男友就说只要你死了 我们就可以永远都在一起了 他当时听完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说你有病吧 这时候呢 他前男友也没再说话 转身就走了 而且怎么追都追不上 他就哭着喊着说 你别走你别走 我真的很喜欢你 梦里的前男友这才停下脚步 说既然你那么喜欢我 那你就跟我走啊 方法我都已经给你了 做不做全在你 然后还在他犹豫的时候 前男友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梦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当他再次醒过来 就觉得自己不能再失去他了 于是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鬼使神差地拿起了化妆桌上的修眉刀 开始往手上滑 等他爸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呆坐在床上 手腕上也全是伤口 怎么叫也没反应 他爸呢就直接上去一巴掌 把他给打醒了 直到这时候 他才感觉到手上的疼痛 后来他外婆也觉得他整个人都不太正常 于是就让他爸带着他去到另一个镇上找道士 说别管是不是脏东西 反正看一看又没毛病 然后等到了地方 见到那位道士以后 他就说 你脸上现在都没有一点人气了 紧接着又开始给他好脉 说你是阴虚极重 肯定是惹上了樱桃花 而且时间还不短 之前没出什么大事 应该是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护着你 所以他才进不了你的身 然后这个小伙伴就把玉碎了的事给这个道长说了 他听完后就说 那就是了 应该就是这块玉库了你很久 现在玉碎了 也是你命中有此一劫 最后道士就给他拿了几副中药 一袋类似于朱砂 用一个小红布袋装着 还有一个桃木手串 说让他一直随身携带 等回家后 每天早上也要背对着太阳出来晒一晒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梦到那个前男友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当他那天从道士家离开后 就直接又去了一趟广西玩了一周 等在回到沈阳打算找工作 开始美好新生活的时候 那种不安的感觉又来了 只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多想 因为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 在玩的期间呢 也没发生任何事 他当时还想着把那个桃木手串拿出来 可是却发现怎么找也找不到 想着应该是落在广西没有拿回来吧 于是最后他就把那个道士给的红布袋 放到了枕头底下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 时隔多日 他再一次梦到了那个前男友 梦里他就直接冲过来 掐住了自己的脖子说 你不是说好了跟我走吗 你这个贱娘们 为什么出尔反尔 你以为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你了是吧 我会永远永远都跟着你 当时这个小伙伴就觉得特别生气 在梦里就很用力地踢了他一脚 还打了他一巴掌 并且非常生气地质问他 说你他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他妈根本就不是我男朋友 为什么要害我 可下一秒 那个东西突然就笑了 就是很阴森很诡异地笑 说你现在才知道不对 好像有点晚了吧 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 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然后那个东西就变成了他最开始网恋男友的样子 而且还没等他缓过神 他就被那个东西拉着头发 生生地从窗口给推了下去 在下坠的过程中呢 他还听见那个东西跟他说 你既然都答应跟我走了 那我就会永远都跟着你 紧接着他就突然感觉到了一种钻心的疼痛 整个人瞬间就醒了 一摸头发现上面流了好多的血 他当天晚上呢也没敢继续睡觉 马上就买了一班最快回老家的车票赶了回去 等回到家后他就跟他爸说 梦里的那个东西又来找我了 他爸就被吓得够像 于是连忙带着他赶到了之前那个老道长的家里 说明了情况后 那个道长就说 这种东西都很轴 你在梦里答应了他和他走 那他就会永远都缠着你 而且你们俩的羁绊已经很深了 这个小伙伴呢 当时就觉得整件事都让自己特别的不解 于是就问 难道那个东西已经死了吗 那为什么我在梦里看到的是之前两个男朋友的脸呢 那个道长就跟他说 首先鬼有五通 善变化 这个男鬼应该是知道 你喜欢的那个前男友是你的冤亲债主 所以才会变成他的样子 来蛊惑你跟他走的 其次就是他肯定不在这个人世了 你上次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 你这是惹上了樱桃花 现在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你呢就先跟我到山上的道观里 带上护身符躲一段时间吧 然后我再给你做个替身 先让那个东西找不到你 之后再把这个替身烧给他 这样他应该就会觉得你已经死了 最后他就在这个道观里住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 有一天道长就跟他说 该办的事已经办的差不多了 你可以回去了 而且在这次事件中 跟你有牵扯的两个男生都不是你的正缘 你真正的正缘很快就会来找你了 然后在二二年的下半年他就和学长相恋了 现在两个人已经结婚过得很幸福 这件事呢就彻底结束了 不过有一点让我很疑惑 就是那个东西是什么时候盯上他的呢 是最开始网恋的时候还是在他交第二个男朋友的时候呢 还有一点就是提醒各位小伙伴在出对象的时候擦亮眼睛 以免遇到极端人士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依旧是小伙伴的投稿 是发生在他小学时候的恐怖经历 那时候他刚上三年级 也不知道是从谁那传出来的 说是他们学校四楼闹鬼 当年有个小姑娘就是从那跳下去的 他当时呢也是将信将疑 因为四楼就是专门存放卷子的地方 没什么特别的 于是他就问了那会儿玩的特别好的哥们 因为他奶奶是这所学校的退休教师 所以知道的事也很多 他就问这哥们 说四楼怎么回事 闹鬼是不是真的呀 他哥们就说 我跟你说哈 咱们学校四楼还真有点问题 我不是认识一个男老师吗 他以前特爷们一人 他呢本来是住在别的地方 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被学校给安排在了四楼 说是帮忙看管一下 可结果自打他住进去以后没多久 就变得特别娘 行为举止也不像以前了 说话什么的还特别阴柔 他听完后还是有点不信 就说真的假的呀 没准那老师本来就那样呢 但哥们一口笃定 说绝对不可能 他之前就认识这老师 很阳刚的一个人 而且他还说 有一次他从别的老师办公室 回教室上课 就听到里面的老师在议论说 哎哎哎 你们知道吗 学校四楼之前有个姑娘跳了 因为当时办公室的门是半开着的 所以他过去的时候刚好听到 老师们呢也正好看见他 就不再说这个事了 但是这个小伙伴吧 越奇怪就越想问 追着哥们问了一整天 最后都给人家问烦了 直接告诉他 你还信不信 不信拉倒 那这才没接着问下去 然后第二天班里就有个男生提出 想去四楼探险 看看有什么东西的想法 加上年纪小也不懂啥 又有人窜动 所以他们就一起过去了 当时有个带头的小子 我们这里就称呼他为小泥 他就领着几个人一路上到了四楼 但是四楼的后门是被锁着的 也就是说如果要进去 必须得从另一边的楼梯走过去 而途中就要经过那个狠娘老师的住处 那里呢是他负责的 一般学生都不让进 然后小泥当时就往门缝里看 结果不知道他是装神弄鬼 还是真有什么事 他就转头说 里面有个白色的影子 之后搞笑的事就来了 也不知道这小子是林正英电影 看多了还是怎么的 就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 类似于符纸大小的白色长方形纸 上面写的啥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那时候胆子比较小 所以就只敢在楼梯下面看着他们上去 之后那个小泥就把那张纸贴在了门上 他当时呢还觉得有点搞笑 因为自己觉得他是装神弄鬼的 一个小学生哪会画什么符呀 但是正当他觉得有点扯 准备回去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在那个白纸旁边不知道啥时候出来个女的 这女的他不认识也没见过 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 然后衣服上面还有那种特别大的黑色的花 而这女的还披散着头发 可以看见脸 但是整张脸却又是模糊的 也看不清五官 不过你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在瞅着你 就是那种被人怒目而视的感觉 当时他就被吓得一机灵 还怕是自己出现了什么幻觉 于是就又揉了揉眼睛重新看 结果那人还在 但是这次那个女的不再看他了 而是紧紧的盯着那帮还在贴白纸的同学 他当时哇的一声就喊了出来 说有鬼呀快跑快点跑 几个同学一听这个也是吓得跟着喊了起来 然后当时跟他一起跑的有一个小胖子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哥们了 三个人就一路狂奔 跑到了二楼的一个楼梯间 之后他就趴在那个栏杆上喘气 学校的楼梯不是那种转着圈围间的吗 中间是有点缝隙的 他就从那个楼梯凤梨往下看 就看到有一个蓝色的东西 也不是特别快吧 就慢慢的一直往上升 一直升一直升 最后就升到了他们面前 当时三个人都看见了 那是一个蓝色透明的 好像是个脑袋的东西 脸也是看不太清 但就是能看出来 那个东西在对着你乐 然后乐完了又继续往上升 最后穿过了他们头顶的那堵墙后 就不知道去哪了 他们三个小学生哪见过这个呀 那个小胖子看完后更是喊着有鬼 而他和哥们呢 啥话也没说 就这么相互扶着回来教室 不过好在后面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上完了一天的课 几个人就各自回家了 而事情到这里也彻底结束了 四楼的女鬼我是可以理解的 八成就是之前那个跳楼的女孩 但是那个蓝色透明的脑袋 以及之前的男老师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变成了现在这样 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有想法的小伙伴 可以在弹幕评论里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 还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有相关灵异经历的 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